老子修道德 其学以字隐无名为物 老子他的道德学问都非常的好 他不求文达 不喜欢出名 居周久之见周之衰 乃遂去至关 他在周朝住了很久 当一个类似图书馆馆长的职务 他看到周朝的衰微 新生不如归去就离开了 离开以后经过寒谷关 寒谷关在哪里呢 寒谷关在陕州桃顶县西南十二里 守寒谷关的关令引起就跟老子说 子将引以 抢为我著书 守寒谷关的这个关令很有智慧 他跟老子说 你要隐居了 那隐居前 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本书啊 于是老子来写了《道德经》上下两篇给引起 总共五千余字 莫知其所终 大家不知道他骑那头青牛最后去哪里了 老子就是我们太上感应篇的太上老君 道家的祖师 很感恩他让我们能够学习研讨感应篇汇编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老子也是一个菩萨视线 刚提孔子 赞叹他是龙 以前晋空老法师在修学的时候问李师公说 孔子 孟子跟老子这些如道的圣贤 是不是菩萨再来的 因为那时候佛教还没有到中国来 佛教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过来的 孔子 孟子跟老子生在周朝 那时候中国没有佛教 但是周朝的史观已经观天象 知道西方有圣人诞生了 当时李炳南太老师就跟晋空老法师说 你说孔子 孟子跟老子是菩萨 理论上说得通 但是事项上没证据